- 别过来!你是谁?你是谁啊? - 这是小冬家呀,我没做错呀! - 我是她女朋友!你是谁啊? - 我呀! - 你猜猜我是谁? - 你是小冬请来的阿姨? - 阿姨? - 对,你应该叫我阿姨! - 前两天您她说过,没想到这么快就行了! - 她也没告诉我一事! - 小冬她不知道! - 她不知道你来! - 我说小冬她也不知道把这屋子打扫打扫! - 你看这地,那个房间的楼梯,脏得是一塌糊涂! - 她平时就这样,没关系阿姨! - 您不用太累了,我帮您一起弄! - 你帮我弄啊! - 那好啊!来,过来,过来,姑娘! - 阿姨,听这口气! - 您跟小冬应该挺熟的吧! - 是啊,我伺候了她好多年了! - 那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您啊? - 我是说在东北老家那一块呢! - 是吗? - 罐子,她把家钥匙都给您了! - 是啊,是啊! - 我认识她的时间啊! - 可比你长多了! - 你是悠悠吧! - 她连我名字都告诉你了! - 是啊! - 我们娘儿俩啊,无话不谈! - 哦! - 悠悠! - 平时,你就住在小冬这儿吗? - 我不住这儿,我就偶尔过来一趟! - 你是一个庄重的姑娘! - 好,阿姨喜欢! - 悠悠呀! - 阿姨问你,你喜欢小冬什么? - 我喜欢! - 反正我就是喜欢跟她在一起! - 我跟她在一起,高兴! - 你看,你是本地的姑娘! - 小冬的户口呢,在外地! - 你不会嫌弃她呀! - 嫌弃什么呀? - 外地人怎么了? - 这外地人在北京限制可多了! - 这买房,买车,结婚,生孩子,户口,可麻烦了! - 阿姨,我们俩还没想那么远呢! - 该想啦! - 你们都不小了! - 这结婚啊,说近也近! - 说不远也不远! -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起生活? - 买不买房啊? - 在哪儿买呀? - 买多大呀? - 家里的账谁管呢? - 是不是,阿姨问得太多了! - 有点八卦呢? - 没有! - 你这个电话啊! - 阿姨! - 喂,你到哪儿了? - 喂,路上呢? - 我在你家呢? - 你不用着急,我跟你阿姨聊天呢! - 跟阿姨聊天,跟你阿姨聊天! - 生活够情趣的你现在! - 就是你在东北请的阿姨啊! - 我从东北请一阿姨? - 我从东北请一阿姨? - 我有病啊,我从东北请一阿姨! - 那你别闹了! - 那他怎么有你们家钥匙呀? - 不是,咱俩从头捋一下这事儿! - 我从东北请一阿姨! - 那阿姨长什么样啊? - 就是圆圆脸,头发卷卷的,眼睛大大的,长得挺可爱! - 挺慈祥的! - 那不是阿姨! - 那是我妈! - 阿姨! - 阿姨,您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 阿姨啊,是跟你开玩笑的! - 阿姨啊,是跟你开玩笑的! - 阿姨,你,你真幽默! - 幽默,你幽默! - 跟我去! - 妈! - 妈! - 妈! - 我的家在东北! - 松花江上! - 妈! - 大梨有曼山! - 什么绿子呀这是! - 哎呀,儿子啊! - 来来,让妈抱抱抱,妈妈抱抱! - 哎呀! - 再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 我不能跟你说! - 我,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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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来了! - 我的目的就是吓你们俩一跳! - 确实吓一跳! - 吓了! - 啊! - 不错不错! - 悠悠这孩子真不错! - 一来啊,就帮我干家务活! - 现在这种女孩子太少了! - 我真的是很喜欢她! - 应该的! - 哎! - 你俩饿了吧? - 阿姨给你们做饭去啊! - 给你们做好吃的! - 别,别,别! - 阿姨,你看你辛苦一天了! - 还干活,然后还坐火车! - 太累了,您休息吧! - 我坐! - 你会做饭? - 哎呀,太好了,悠悠! - 阿姨今天就能想你的轻福了! - 那行吧,你做饭,我去做卫生! - 保保保保保! - 哎呀! - 悠悠会做饭呢,太好了! - 我今天可以想想轻福了! - 那你们坐啊! - 我去那边收拾! - 阿姨,你忙啊,阿姨! - 你! - 记过了吧,你! - 你会做饭的! - 你! - 你干什么呀,你! -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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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别生气,别介意,我这一身的腥味 - 啊! - 怪不得! - 嗯! - 没事,没事,你人没事吧! - 嗯,没事! - 没事,走哦,吃饭去吧,你干 Floor in here,干顿了什么? - 好,好好好。 走吧 走吧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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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 这就是你做的菜 据最新消息说 吃了烧胡热菜容易生癌 是吧 算了 还是阿姨来吧 阿姨 你去吧 阿姨 妈 快点啊 走走 我在那边歇会一点 谁啊 谁啊 快点 辛苦了 今天 妈 快点啊 饿了 我们那个慢点 什么样 你看我衣裳真帅 阿姨 你看看颜色漂亮吧 看她漂亮 阿姨 你真牛 真棒 要是配菜齐全早做准备的话 还能做出比这更好的菜来 阿姨 实在对不起 您看我不会做饭 我弄说我会做饭 不过我真是好心 对对 阿姨知道 阿姨知道 悠悠啊 其实你有这个心 阿姨已经很满意了 说实在的 你跟小冬一样 你们都是八零后的孩子 你们这些孩子呀 从小就娇生惯养 五股不分 四体不勤 没有关系 慢慢来啊 快 快吃快吃 来 快吃 我喝口汤 好 好 我跟你说 悠悠 原来上学的时候 我自己在北京 一到吃饭点我就想我妈做的饭 我吃饱都快抑郁了 小冬说得对 做饭呢 虽然是件小事 但是其实呢 举足轻重 我跟你说哈 小冬她爸爸 从来就不在外面吃饭 知道为什么吗 下了班 到点就回家 她喂的就是想 吃我做的这一口 这是家的味道 知道吗 不是俗话说得好吗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她的味 对 对 悠悠 你想不想跟阿姨学做饭菜啊 愿意啊 当然愿意了 小冬 你愿不愿意 平常总是吃妈给你做的 那口饭菜的味道 愿意啊 当然愿意啊 这就好了 悠悠 我有一个想法啊 以后你下了班呢 就来阿姨这儿 阿姨负责认真地教 你负责认真地学 你看怎么样 那咱们来按个大拇指 来 一言为定哦 都九点多了 华浩然怎么还不来接你啊 快了吧 什么时候来啊 到哪儿了 是吧 是吗 那你忙你的吧 我待会儿打车回去 不用担心 拜拜 她不来接你了 妈 你说我这一辞职 怎么我们单位那工作效率下降了那么多呀 她这一个星期都加第四次班了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你以前不是也这样 从没有按点回来过 现在的黄浩然 只不过是过去的你而已 你就不适应了 在这点上啊 你应该向你妈我学习 这二十多年 我就是在等待你们中度过的 可是我从来没有抱怨过 真的 妈 您就是这么天天地等着我和悠悠的 是啊 你们有时候一个电话一个短信都没有 我就是这么等着啊 妈 以前都怪我太粗心了 光顾着享受您对我们的爱 从来没有考虑过您的付出 这句话虽然来得晚了点 但是也好过没有啊 妈 您辛苦了 傻孩子 你完全没明白妈妈的意思 妈妈不是在抱怨 我的目的是想告诉你 你现在的角色已经转换了 你已经从被别人等待 变成等待别人了 今后这种日子还长着呢 你必须学会适应 学会耐心 否则的话妈太担心你了 宝贝 你一定要 适应好你自己的新生活 因为这是咱们自己的选择 知道吗 你觉得我今天是不是特丢脸 说实话 什么特丢脸 你还想呢 饭都吃了 你怎么还想那事啊 我能不想吗 早知道要是这结果 打死我也不会做饭 本来就是你本来就不应该进去 你看你嘴脸露出来了吧 我就知道你会瞧不起我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行了行了行了 我我我得 不是 不是那厨房是什么地儿 那是你陪优同学进的地方吗 你陪优是谁啊 是我魏晓冬以后的老婆 对不对 从今天以后 你哪都不许去 我负责赚钱养家 你就负责貌美如花 说得一点都不切实际 嗯 说实话 我今天是想在阿姨面前 好好表现一下 在她面前证明 我是可以上带了厅堂 下带了厨房的那种女人 没想到演砸了 你说怎么办啊 还好阿姨大度没跟我生气 还以鼓励为主 不然我肯定惨 不对啊 其实我妈这个人挺爱较真儿的 怎么 那是你没见着 不过 从另一个侧面 展现你非身可爱啊 那是我当然可爱 不管怎么说 我今天挺丢面的 我得赶紧把我这面给补回来 嗯 我对你有信心 不太对吧 前几天 在你们家 好像刚刚发生过此类事件 东选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我烦死你了 呦呦呦呦 还生气了 来 好 买一卡跟大富有 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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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你怎么回来了 被赶回娘家来了 你烧大茶 我问你 这么晚才回来去哪儿了 给你发了信心你也不会 你知道妈等你多长时间吗 是吗 妈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嗯 我 这 你什么 呀 这什么意思啊 这 这这这 哎 妈 这是男士的 小冬的吧 你穿上小冬衣服干嘛呀你啊 你自己衣服呢 哎呦我 那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反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小冬她妈来了 她妈来了 小冬她妈 不是 不是 不是在东北吗 来北京了 是啊 我也觉得挺突然的 而且我一进她家门 我看见她 我以为是小冬找的帮母呢 我还跟她聊了半天天 然后她也不亮出自己的身份 完了完了 这肯定砸了呀 那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 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小冬她妈呀 我就想表现一下 也恨自己能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啊 我就说 阿姨我帮你做饭吧 结果就是大了 心眼砸了 我就说这样了 你会不会做饭你不知道吗 你马上冲什么呀 你看关键时刻就看出了 就是个美 美谱的人你知道吗 藏都藏不住 行 妈 我已经很受打击了 你就别说我了 那小冬的妈什么样啊 胖个瘦啊 什么性格啊 说话 行了妈 我是第一次见面 我哪注意那么多呀 反正我就知道她挺喜欢我的 那毕竟你看我个人条件这么好是吧 还出类拔萃的 是够萃的 妈 那小冬她妈肯定要求不高 姐你怎么说话呢 我本来就挺好的嘛 是吧 妈 小冬她妈对我在厨房毁灭式的表现 一点都不在乎 我还说要教我他们老魏家的私房餐 我闻着这味不对啊 你说小冬她妈这回来 没有提前跟小冬打招呼 而且在你面前真真不露相 情况有点紧急 那她妈这次 明显地是来考察你的呀 说这她能听得懂这个吗 这教都教不会 何况你中了人家埋伏圈了呢 你们说什么呢 小冬她妈人挺好的 她为什么来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小冬打电话的时候 跟她说我们俩的事说得很认真 她想过来先跟我先培养一下感情 培养一件感情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悠悠 姐先把话放在这儿 让以后的事实去证明 但是姐要提醒你呀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忘了 你打小就缺心眼 小的时候 我挖一坑给你推进去 你还帮我一块儿趴了土呢 你说这有意思吗你现在 就是 不是妈我这不是担心悠悠我 行了 赶紧睡觉吧 快点儿啊 确心眼儿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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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